本集中的emos 同志 Steve 我們還是天真 你看看這裏像甚麼 就像去了另一個國家 馬上上去買點薄餅吃 這裏有感覺到在其他國家 其實在清末時間 天津有許多國家的租界 看見建築物就知道 很意大利式 這裏就是意大利的租界 留意建築物有一個特點 你永遠看不到兩座相同形式的建築物 這是當時建築物的時間規定 不可以有兩座相同 所以每一座都有不同的特色 有一個味道留在這裏 有很多歐六式的建築物 我自己想起了 有歐六式建築物 當然是想坐歐六式的馬車 去遊覽觀光 是呀 好 當然準備好了 汕車 我們坐馬車 一起去看看天津的五大道 是不是好像紐約的大五街 不是 五大道就是馬長道以北的 綠藍道 大里道 常德道 重慶道 和成都道的總稱 這裏有二百三十多棟 英國 法國 意大利 德國 西班牙 等等國家的歐六式建築物 有文藝復興式 希臘式 哥德式 連中西合璧式都有 這裏很特色 對呀 其實不僅是特色 有很多有故事 去看看前面這間 就是羅拉的銅塘 盜墓者 孫殿英的以前的大宅 當然現在不是 現在做了天津市的義務公司 那裡面會否還有很多寶物 表面有沒有就不知道 不過地下就不知要埋了很多下面 我也是 嘩 這間也很漂亮 這間也有來頭的 這間就是當時東北軍閥 張作霖三姨太的大宅 誰是張作霖呢 就是張學良少帥的爸爸 嘩 真的很羨慕 羨慕這麼漂亮的屋吧 不是呀 羨慕他有三姨太 坐馬車下五大道 除了看到這麼多古舊建築物之外 還看歷史的轉變 在書本裡是看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親身來的 乾杯